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平时都用手机支付 很少带现金 今天路过许款机去取了二百块钱 顺手揣在兜里了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掏东西的时候掉了 钱丢了 啊 啥时候丢的呀 我也为她感到惋惜 顺口说了一句 她叹了口气说 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 哎 一整天都丧丧的 早知道今天不出门好了 我安慰了她几句 我们便分开了 晚上跟老公一起散步 聊起今天朋友丢钱的事情 我说 也真是 平时都不带现金的 一取钱就丢了 也真够闹心的 换我 我觉得都要哭了 老公却笑了 我记得你上次捡了一百块钱 也就兴奋了没一会儿 但是换做丢了钱的情况呢 倒要闷闷不乐一整天 这么不公平啊 听她这么说 我好像一下子顿悟了似的 心里那点郁节一下子不见了 是啊 人总免不了会遇到沮丧和失落 但好事坏事 总归都成了过去的事 何必一直念着它呢 杨将先生在《我们仨》中写道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 没有谁会永远感受幸运 也没有谁会永远经历悲伤 一件事情既然发生了 那便坦然接受它 得也好 失也罢 都不要成为情绪的奴隶 学会释怀 淡然一些 才更容易过得幸福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和邻居家的小朋友吵架 最后我们都闷闷不乐地回了家 我跟母亲说 我再也不要和他玩了 母亲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小沙迷即将远行 出门不久就被一位急匆匆跑着的身材高猛的大汉 撞了个猎切 摔了个鼻青脸肿 还被旁边的树枝划破了手掌 大汉自知理亏 但又怕小沙迷赖上他 就先开口埋怨 你不长眼睛的 出门不看路的 小沙迷没有争执 也没有归罪于他 只是笑了笑 大汉突然有些尴尬 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小沙迷 我撞了你 你怎么不生气呢 小沙迷很平静地说 事情已经发生了 生气也不会让疼痛减轻 不会让伤痕愈合 相反 生气只能激化心中的怨气 如果我对你恶言相向 甚至是拳脚相向 那就算我打赢了你 也会种下恶缘 到头来输掉的还是我自己 我师父常对我讲 因为镶嵌才会遇见 这一状化解了一段恶缘 还要感谢你 帮我消除业障呢 大汉听了小沙迷的话 心中惭愧 主动道歉 母亲讲完这个故事之后 对我说 人生是一条很长的路 就像小沙迷 它要远行 所以它的目光 不会只放在眼前的一点小摩擦上 心怀宽广的人 才能包容万物 那时候 我似懂非懂 觉得这就是 为自己的怯弱找借口 如今经历多了 却越来越明白 坦荡和释怀的重要性 胸有天地 心自宽 不与那些不值得的人 和事纠缠 是放过自己 更是难得的修行 常在后台收到一些读者 对我讲自己生活中的苦闷 或是事业不顺 或是家庭不和 或是与朋友 闹了矛盾 看得多了 慢慢明白了那句老话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相遇和别离 但静下心来想想 真正值得我们珍惜的事不多 值得我们看重的人也不多 大部分人和事 与我们只是擦肩而过 之后就不再有交集 爱而不得的人 就把他当成生命中的一场成长 总会有属于你的对的人 找到你 烦心恼怒的事 静下心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言情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生活是自己的 不要为旁人的看法和态度 过于纠结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感念一二 足矣 想开 看开 放开 不与自己为难 不跟自己较劲 学着释怀 就会解决生活中 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像一句顶一万句中说的 过日子是过以后 不是过以前 所有失去的 本也就未曾真正属于你 为了他们遗憾懊恼 没有半分意义 人要学着往前走 往前看 珍惜现在的每分每秒 一生不过三万多天 过一天就少一天 要把有限的时间 留给那些真正有意义 真正能够让你感到快乐的人和世上 不是吗 从当下开始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给自己一个微笑 在心里 记住释怀 用平和坦然的心态 过好幸福 简单的日子 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三个声音 在那儿有更多的暖心文字 陪伴各位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可以在文章底部 点赞 留言 感谢各位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相逢的露水 让泪一堆泪 依旧还给你 情色与无拘 爱上与无拘 水碎一时结局 沉淀了情绪 伤害了情欲 遭到哪里去 不忘得多情 不忘也多余 不入不散不去 深爱无痕迹 相忘得无忧 无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情色与无拘 爱上与无拘 生死一时结局 沉淀了情绪 伤害了情绪 遥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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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也多余 遥到哪里去 深爱无痕迹 相忘得无忧 无虑 深爱无痕迹 痛苦得无忧 无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